这两天有消息称,熊鹿队考虑给2月1年二轮48顺位新秀 史维弗·库佩尔一指合同,将他加进球队下赛季的轮换中 这位穿鞋身高185公分的球员,从小到大都是同届的超级得分手 但进入NBA之后,一直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大家好,我是Terry 史维弗·库佩尔在高中时是全美为名的五星后卫 他高三赛季场均可以砍下,27.2分,8.1助攻,5.6篮板,4.3抢断 帮助球队拿下了32胜零负的完美战绩 高四赛季更是将场均数据提升至30.6分,7.8助攻,3.6抢断 不仅高中毕业时,在竞争激烈的2020届可以排在ESPN全美第20位 更在高中期间拿到了无数顶级奖项 包括今日美国全美最佳球员,Max Prex全美最佳球员,乔治亚州篮球先生等 四年间受到了30多家D1强校的竞相追逐 同时,因为其球风华丽,也在当时的青少年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至于Seryf Cooper上大学后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,虽然代表欧本大学只打了12场比赛 但场均有20.2分,4.3篮板,8.1助攻的数据,这NCW新生得分王 这样的履历让Seryf Cooper在21年那个选秀大年,第二轮48选位被老鹰选中 其实很多人当时就不明白,在有了联盟顶级的小哥后卫吹样的情况下 老鹰还选Cooper干嘛,事实上Cooper在老鹰也确实没得到什么机会 一个赛季下来,他只出战了13场比赛 场均上场不到3分钟,数据可以忽略不计 当时被吓放到发展联盟的时候,他则表现得不错 场均得到19.2分,3篮板,5.5助攻,还打出过多场代表之作 从单场轰下42分,还有过一场比赛中拿到37分,11助攻,10篮板的表现 但这仍然不足以为其赢得在主队的机会 而22年夏季联赛的表现,则为他的老鹰生涯画上了句号 Cooper投篮只有18.9%的命中率,3分球命中率更是惨到18.2 造成的结果就是老鹰队选择,裁掉了Cooper 不过好在骑士队在22-23赛季开打前,为Cooper提供了一纸双向合同 让他可以留在联盟继续逐梦 可球队中有两位,全明星后卫 Cooper依然没有太多在NBA舞台表现的机会 到时上赛季他在发展联盟打出了极具统治力的篮球 他场均砍下31分,5.5篮板,7.5助攻的数据 贵为季联盟得分王,被人称作,打包季联盟有余,力足,NBA不足 至于在刚刚结束的夏季联赛,他代表骑士出战,也比去年有了巨大的进步 Cooper打了4场比赛,场均得到13.5分,2.3篮板,3.3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48.4%,三分球命中率超过了50% 尤其是夏连首战面对篮网,全场12投8中,三分球4投2中 罚球11罚9中,砍下了27分,三篮板两分干的数据 也许就是因为上赛季发展联盟和夏天夏季联赛的表现,为他赢得了一些球队的注意 但身为一名小哥后卫,Cooper防守弱,同时进攻稳定性放到NBA层级还不够好 让他确实前途不是特别的明朗 范乔丹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过 在这个时代,一名身高6尺左右的后卫,如果你不是吹样 那么你必须在防守端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同时在进攻端可以稳定命中投篮,才有机会在NBA生存 显然论进攻水平,Svive Cooper在高中大学时是很棒 但和吹样还有很大的距离 吹样高次赛季有恐怖的42.6分,5.8篮板,4.1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高达48.9% 更在大一赛季打满了32场比赛 场却有27.4分,3.9篮板,8.7助攻,1.7抢端的表现 作为大一新生,加免了Sv得分王和助攻王,根本没办法比 看起来留给守府Cooper在NBA站稳脚跟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因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青年才卷加入到竞争的行列 而NBA的位置则是固定的 也许下赛季就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